对等连接词片语 不是点点点就是点点点 我们英文有一个用法叫 either a or b 它可以连接两个相同的字词或片语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吧 No.1 Nick either sleeps or studies on weekends 在周末的时候 尼克不是睡觉就是读书 他连接两个动作 No.2 She either loves you or helped you 他不是爱你就是讨厌你 一样他连接两个动作 No.3 She is either drunk or mad 他不是喝醉了就是发疯了 他连接两个形容词 No.4 The houses are either too expensive or too small 这些房子不是太贵就是太小 No.5 She is either in London or in Paris 他不是在巴黎就是在伦敦 前面是印名词后面就是印名词 No.6 You can go later either by train or by bus 你可以去到那里不是借由火车 就是借由大公车 前面是拜名词后面就是拜名词 也就代表他所连接的一定是对等的词类或片语 然后这有个地方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他连接主持的时候 动词要依靠近的做决定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吧 No.1 Either Mike or I am responsible for the issue 要么就是麦可 否则就是我要对这个议题负责任 我们来看一下他是连接主持 连接麦可跟I 所以你的动词要依靠近的做决定 答案叫 I am No.2 Either Mandy or my parents take care of my dog 要么就是Mandy 不然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要来照顾我的狗 要么这里是连接主持 所以你动词要以 my parents 做决定 他是复数 所以我们答案要写 take 请不吝点赞 订阅